日本最受欢迎美女作家 公布美雪 曾写过一部奇幻推理小说 名字叫做《蒲生底事件》 落榜高中生孝史再次来到东京 准备大学补习班的考试 已被明年卷土重来 2月25号深夜 孝史住宿的旅馆意外失火 她慌张逃生 却被困在二楼走廊 即将昏迷窒息 敬遇的是 孝史的旅馆 孝史还是成功醒来了 只是孝史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冰凉雪白的雪地上 夜空下是孝史从未见过的大片大片的雪花 是孝史在旅馆中 曾经见过的那个奇怪的中年男人救了她 而那个灰暗带着秘密的男人告诉她 我们现在就在昭和11年2月26号凌晨的东京永田厅 很快的不到30分钟 226事件就要开始了 1936年2月26号的那个雪业 被称为226兵变的日本青年军官政变事件 将日本倒向对外战争措夺的道路 也改变了亚太战争的格局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日本历史上不可遗忘 而我们却显为人知的事件 日本226兵变事件 1936年2月25号 东京迎来了一场百年难语的大雪 但这罕见的大雪却隐隐透出一股怪力不祥的气息 不久前啊这个东京第一师团接到了3月前往维满洲国驻房的调令 这不单单是一封调令 部队的青年军官们知道了啊 他还代表着一个消息 军部黄道派与统治派的斗争就要落下帷幕了 黄道派输了 黄道派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革新的机会 那就是在调离东京之前发动军事政变 清军策武力来实现他们这个昭和维新 事业啊 来自步兵第一连队 第三连队 禁卫步兵第三连队的1400多名士兵 穿着昭武士制服 唱着自笔屈原的昭和维新之歌 在雪夜中穿行 密罗渊中波涛洞 乌山风旁乱云风 浑浊之士我独立 义愤燃烧血潮涌 权贵知晓澳门帝 幽国此中真伐人 毫伐弹之夸击富 社稷笔心何长思 带领他们的这个卫兵 记着尊皇讨见的额代 出发前他们对士兵 隶属日本高层的种种罪行 特权之士不可一世 财阀之士穷奢极致 家国之士不闻不问 国家将亡贪官敛财 士兵们的热血很快就被调动起来了 2月26号凌晨5点 政编部队就带着机枪 步枪等武器迅速的占领了东京警事厅 陆军省 以及首相官邸 并控制了天皇几位老臣的死宅 包括侍卫长陵木贯太郎 以及两位前首相高桥世青和斋藤石 负责首相钢田起届的三百名士兵 由这个立元安秀带领 他们打死了四名守卫的警察后 就在官邸中四处搜寻钢田起届 钢田起届在睡梦中被枪声吵醒 无须多想 他就明白了 他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 毕竟军部那些年轻人 早就有过前科 就在半年前 这个黄道派军官 钟左相泽三郎身配军刀 闯入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一刀就将他的上司定在了门板上 钢田起届叹息的 他们终于来了 73岁的钢田待坐在床上 似乎他是做好了今晚必死的准备 不过钢田起届的秘书 见这个妹夫松伟传葬 不愿意坐以太币 就硬将他推入了洗澡间 让他藏起来 自己则假扮成钢田 冲进院子里 与这个正面的士兵对峙 最后被丽媛当作是袭击目标 开火给杀死了 而钢田竟然活了下来 但丽媛其实他也找来过 这个女佣确认过 而女佣坚持死的就是钢田 丽媛只好相信并带队离开 钢田也真的就是命硬 而命更硬的是 曾任海军大将的天皇的侍从长 陵墓冠太郎 陵墓冠太郎遭到袭击小组士兵的扫射 左边身体从头到脚军中弹 倒在了血泊中 带队中尉安腾徽三 正想割下他的头颅 被陵墓的妻子苦苦哀求 恳求他手下留情 留一句全尸吧 安腾就觉得 这个侍卫长头部中弹 逼死无疑 还真的就放弃砍压他的头 安腾还命令部下跪在陵墓身旁 举枪致敬 并对陵墓妻子说 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 不过啊 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 与大将阁下不同 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可能也真的就是命不该绝啊 1945年 陵墓成为首相 压制陆军强硬派 促使天皇接受波斯坦宣言 结束了战争 除了首相钢田 侍从长陵墓冠太郎外 226参与部队最重要的袭击目标 还有同出身海军的内大臣 斋腾石 斋腾石的运气就比较差 当时他77岁 无力反抗闯弱的士兵 他也没有体貌相似的女婿 待他赴死 也不够命硬 斋腾的妻子春子 在士兵开枪前 不顾一切的扑上去 用身体挡住他 但最终还是命断当场 倒是他的妻子 身中数十枪后 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此外 当夜死去的重要领导人 还有大藏大臣高桥世青 和陆军教育总监杜边定太郎 高桥世青大伙应该不应当陌生 在那场屈辱的 发生在我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中 正是高桥世青 为日本筹措到了大量资金 帮助日本战胜了庞大的俄国 获得我国东北的控制开发权 促成了日本的真正崛起 结果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高桥他坚持削减巨额军费 为经济发展让路 所以被少壮派军人们恨之入骨 在制定刺杀名单的最后阶段 还是加上了日本的英雄 高桥世青的名字 那晚日兵发现他 是他正在卧室休息 闯入卧室的中尉 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 对着他大喊天猪 高桥也回了他一句 要不猜猜是啥 精髓的两个字 高桥喊的是白痴 就是巴嘎 这一声就硬是喊愣了 闯进来的年轻中尉 但最后还是连中六腔 当场身亡 负责刺杀陆军教育总监 渡边定太郎的小组 则不知为啥 就是晚了一个小时 才赶到渡边的私宅 渡边上任没多久 但他被刺杀的理由也就源于此 他继任了原皇道派 珍奇慎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的位置 26号凌晨6点 高桥太郎和安田忧 带领士兵闯入了渡边私宅 渡边拿起手枪 亲自率领宪兵队和反叛的士兵 展开枪战 最终渡边还是死于机关枪的扫射 据渡边次女渡边和子事后回忆 连脚上的肉都被扫得飞出去 蹦在墙壁上 渡边也就是这一夜被刺杀的政要中 死得最惨的一位 此外 因清英美政策 而被列为军策之间的木野身险 也遇到226士兵袭击 不过据说 木野他并不在刺杀名单上 只是所住的铝管被点燃 火焰燃烧的爆声 被政变指挥官误以为是枪声 临时决定攻击他 木野最终在警卫揭穿异笑的拼死掩护下 得以逃生 等到天亮 这个东京警察厅已经是被政变士兵所占领了 陆军省也陷入包围之中 他们还要求所有报纸与通讯社 散发他们的宣言 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事一系之统帅 元老 众臣 军阀 财阀 官僚 政党 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军策之奸臣粉碎众臣集团 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 其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 拯救祖先国土 孙皇讨见的意思也就展露无遗了 政府以及军部内部黄道派与统治派之争 也就此达到了最后的高潮 黄道派与统治派之争 可以说是这场日本近代史上最大规模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而要说到黄道派与统治派 那还要从日本的现代化说起 明治维新后 日本就成为了一个现代化国家 主要途径 一是对外侵略 二是对内压榨 这显然就无法长久 而且他们的工业化体系也构建的并不完整 结果就是 日本的现代化只养出了一批财法 人民却并未因国家发展而受益 当时日本国内工人只能是靠杂米 烟菜度日 每周能从市场低价捡来骨头和鱼头煮一回汤盒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生活了 农民则是赤平状态 辛苦劳作一年 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妇女也被迫下海 作为社会精英 军官们也陷入到了国家发展与自身发展极度不匹配的环境 二十世纪初 日俄战争的胜利就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 因此军官被日本视为国家支柱和精华 在社会上享有超然的地位 其他阶层远不能比拟 也就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优秀的人才从军 又因为当时日本的军人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 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士官学校 再到陆军大学 任何人都能够考取 所以那个时候的军队 也就是日本人最重要的上升途径 多少来自贫困农村的青年们 拼尽全力也就希望能通过军校的考试 找到他们光明的前途 同时也改变他们家族贫困的命运 但是日俄战争之后 这一切就发生了改变 日本就像是一条刚刚吞下猎物的巨蟒 它不再需要去捕食 反而是需要时间消化侵略的成果 在那时的日本 和平发展也就成为主流了 那些一心渴望建立功勋 获得荣耀与地位的青年军官们 自然就无用武之处 而且上层军官的位子 被这个贵族的子弟所占据 他们通过层层选拔 成为日本人眼中的嚼嚼者 实际上却只能做一辈子的中下层军官 另外他们渴望改变家族的命运 但实际上 他们的收入甚至是赶不上市民节制 这就让他们无法面对他们的家族 自身晋升无望的焦躁 与家族阶层无法改变的痛苦 让他们成为了日本社会改革最激进的一批人 但说来他们所代表的黄道派与统治派还同出一道 面对日本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为寻求出路 精英们便组建了这个游存社 出自魏征明具 纵横既不救 慷慨治游存 后来被政府盯上 便改了名叫行帝社 也有出处 是长沙屈原甲一连刺的对联 亲不复楚 殊不复粮 爱国忠君 真气节 骚可为经 策可为始 以天行帝 大文章 后来这个行帝社 因为路线不同分裂 一派以大川周明 东条英姬 以及石原玩儿等人为首 主张保持当前的政治体制 输出经济危机 希望学习德国开发新式武器装备和战术 主张继续侵略中国 这一派就是统治派 一派以北一辉 以西田税为首 认为日本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改革 主张日本应该由天皇领导 打倒资本家和贵族 相信武士道 认为精神力量胜过武器装备 主张与苏联对抗 向北来扩张领土 以此自强 这一派就是黄道派 这些出自底层的青年军官 就是黄道派在军队中的中间力量 1931年12月 支持黄道派荒木贞夫 就任陆军大臣 这个黄道派的青年军官 就急切的期待他实行革新 但是统治派的主张逐渐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的中上级军官的支持 他们在与黄道派的斗争中慢慢的占据了上风 1934年1月 荒木贞夫辞职 林喜十郎大将接任陆军大臣 在任上他主持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首先就是把统治派中间人物 永田铁山提升为了军务局长 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 统治派取代黄道派 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支配权 1934年8月 黄道派军官被告发密谋政变 成员村中孝寺 姬布潜衣 骗刚太郎等人被捕 这个村中和姬布被免职 1935年7月 林喜十郎将一批黄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 或者是调离书要部门 或者是转任战地军官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调动就是 免去了黄道派投面人物 珍奇圣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 珍奇下台之后 这个黄道派与统治派的关系 也就进一步恶化 黄道派少壮军官把矛头 指向了统治派的核心成员 永田铁山 永田铁山于1935年8月份被刺杀 死在了办公室内 他成为了激进黄道派青年军官 昭和维新的第一个牺牲者 统治派的反击也很快就到来了 永田遇刺身亡之后 东京第一师团就接到了 3月前往维满洲国住房的调令 这是黄道派少壮军官们的大本营 这一纸调令也就彻底激怒了青年军官们 他们加快了政变的步伐 在226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 刺杀永田的向泽被公开审议 在审判过程中 向泽居然成为了审判席上的明星 这个向泽坚称自己 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一名光荣军人的职责 舆论一边倒的更是多的是对于向泽的同情 这让他们觉得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 青年军官们因这场审判变得团结起来了 在政变前 军官代表姬布其实还去拜访了陆军高层 以及黄道派实权人物 以寻得高层支持 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一支告诉他们 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 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 姬布向罢免在家的真骑陆军大将 询问是否可以借五百日元作为帮助向泽辩护的资金 珍奇很快就爽快的答应了 于是姬布他们一脚踏上了武装政变的道路 1936年的那个雪叶 在黄道派青年军官的枪下 三名大臣横死 一名重伤 只有两名侥幸逃脱 统治派实权人物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事发后 陆军果然是犹豫不定 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去评判 反而对叛军发出的训诫中 连叛乱分子这个词都不敢用 反而说是 诸子之真义乃国体显现之至情所致 予以认可 导致政变彻底失败的致命意见 反而是出自他们尊皇讨奸的那个皇人上 事发当日上午 陆军大神川岛一支 拿着叛军发出的崛起义趣书 准备向天皇解读时 天皇不耐烦的说 真不想听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速速去镇压 并且从26号晚到27号凌晨 天皇一直在询问镇压情况 当时担任这个侍从武官长的本庄凡是黄道派 出于派伐私心 他试图在天皇面前为政变军官开拓 欲人天皇却大怒 杀戮镇之骨功 如此凶暴之将效 有什么可饶恕的 最拥护天皇的黄道派反而受到天皇的打击排斥 没有比这再更滑稽的 可要说天皇为何如此态度 其实早有预示 首先 真齐被罢免陆军教育总监一职是天皇默许的 欲人天皇长期就不满真齐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 曾在私下表示 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 但他不干 且226事件中黄道派还有另一个计划 占领攻城计划 为此禁卫步兵第三连队动员了400余人 只是这个计划因为执行者之间的分歧而流产 日本学者半腾伊利认为 这个叛军虽以尊皇为奇 但可以看出 此次政变明显有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 这是天皇最不能忍受的 2月28号早晨5点06分 陆军发出赤令 就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地区 这道赤令更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 因为天皇政变军官内部迅速分化为两派 一派主张服从天皇 另一派则坚持说赤令是军策之间 以天皇名义发出 应坚持反抗 同时从外围城市增调到东京的部队越来越多 海军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 陆战队也整装待命 随时准备出动镇压 叛军总体形势已急转直下 2月29号上午6时 陆军在天皇的一再督促下 一改此前暧昧的态度 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 帝都驱厅一带制造骚乱的叛军 当日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了一个大气球 尾部悬挂着赤令一般 勿抗军旗的大字标语 满载船单的飞机也在东京上空盘旋 漫天飘洒着告下士官兵的这个船单上写着 1.速回原部队 为时未晚 2.抗拒者为叛匪 将与枪杀 3.如等父母兄弟皆应各位成为国贼而哭泣 这张船单上的国贼二字直接摧毁了政变军队的军心 在广播电台的劝降呼吁声中 政变士兵们陆续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营地 下午2时 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落了下来 一个小时后 军部通过电台宣布投降 未发一枪一弹 当日下午5时 判军领导人物全部被捕 军部对226事件参与的士兵格外宽容 但对守谋者则雷厉风行 审判不许辩护 一审而终 所有人皆从严处置 香田清真 安藤辉三 丽元安秀等16人被判处死刑 黄道派领袖北一辉 西田税被判死刑 除负责刺杀木野的河野兽中尉 于3月5号在医院自杀身亡外 其他17人 皆于7月12号被处决 226兵变被平息后 陆军中的黄道派遭到了大清洗 本庄凡 黄木真夫等黄道派高级将领 或被撤职 或是被编入预备椅 山下凤文即使在后来 在这个二战中屡历战功 也因是黄道派的出身 而长期不受重用 黄道派的衰落 使日本军部走向统一 东条英基 山山园等统治派将领 独揽军政大权 对华一击论 成为了主流思想 好了 老王奖励时 我是认真的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 都是对老王最大的支持 下期见